男人爱吃菜 媳妇伴侣爱 大家好 我是小水 鸵鸟蛋真不轻 一锅就有三斤 到底好不好吃啊 我们来试一下 今天做两组微信 一个针一个尖 开始来弄 这个鸵鸟蛋的壳壳有点硬 你看 轻轻 我拿开 用钢锅来煮 蛋壳留到做一个装饰品 这个还不好煮 蒸了半天 只剧了这个小银子 这个蛋壳好银啊 现在跟尺寸一样 寒碎的蒸出来了 应该敲得开了 拿个半水来给它敲看 应该扣得开了 我们把它扣开看看 这个蛋壳你看嘛 真是像尺寸一样 这蛋壳这层抹得好厚啊 你们看 我们把它倒出来 比个蛋壮了满满一盆 它的蛋黄啊 有点偏白 先拿一些来做勺子蒸蛋 放一些盐 白醋取心 把它搅均匀搅散 至少放点水淀粉 两勺水 把它搅均匀的话 过滤一下 这样吃起来更细嫩 好了上笼 用盘子翻口 盖上盖子 大火蒸10分钟 接下来我们来炒勺子 先把肉馍炒散 再放一些葱头爆香 炒好水的红萝卜青袋放下去 我们来加点水 加点蚝油给它调味 再加点酱油 用水淀粉来勾个勺子就炒好了 接下来我们做春叶煎蛋 用开水烫一下 去除芽消酸盐 再把它切碎 里面加点盐 还是加点白醋去腥 把春叶放下去 让它搅均匀 放平底锅烧热 再加点油 鸡蛋鸭蛋都煎过 煎了个鸵腿蛋 我也是第一次煎了 这个鸵腿蛋煎起 没得容易凝固 我们来翻个面 不要把它煎糊了 它煎出来的颜色 没得鸡蛋那个鲜红好看 把它倒起来了差不多了 鸡蛋煎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真的鸡蛋应该好了 把它打开 有点烫哦 拿出来 把勺子干淋上去 我们来散一下 春叶煎鸵腿蛋 我也是第一次煮 到底好不好吃 鸡蛋 说不出哎 跟鸡蛋差不多 感觉实际上老一些 没有鸡蛋那么细嫩 味道还是会 把这个蒸蛋呢 勺子蒸蛋 吃鸡蛋 吃鸡蛋差不多 看起来有点烙吃起来无伤了 蛋口我们家小朋友说要给我画一幅画 我还蛮期待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转发 谢谢你们的收看 看起来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